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看到这个是澳洲沙朗牛 这次中秋预购另外一个不同品项的牛排 它也是一样来自社利莲 社利莲在我们合作车架上 还有一款是菲利牛 这一次中秋预购的沙朗牛 它是属于前草寺后骨寺的饲养方式 这样的油花分布会比较多一点 大家吃的也会比较习惯 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一般来讲骨类饲养的牛 它的油花会比较多这是确定的 这款草寺牛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扎实的 然后油花分布会比较少 生酮饮食的话都会非常建议吃草寺牛 这款草寺牛我就使用了我们的奶油 然后倒一点点橄榄油 奶油就居多 因为草寺牛就像刚刚跟大家讲的 它的脂肪跟油花会比较少 然后比较扎实 我放下去啊 我这一次总共一面都各煎大概两分钟 然后另外一面两分钟 所以总共四分钟 加上了海盐 一般来讲啊 每一种牛肉的风味啊 随着它的部位跟饲养的方式 所以它展现出来的口感 油脂的表现其实都不一样 那试着去吃吃看 像我们现在原本架上有的台湾牛啊 那一款沙拉牛排 它就属于油脂比较多的 所以就是每个人可以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食材 我放了迷迭香 因为我自己有种香草 迷迭香啊 薄荷啊 所以煎牛排的时候 我就会去捡迷迭香来一起煎 也可以放大蒜 蒜头 切薄片 都可以 我这次用的是迷迭香 然后草寺牛 它的特色就是 它把牛汁放养在可以自由活动的草原 所以它牛汁是可以自由移动 自由散步的 所以草寺牛的肉质吃起来就很精瘦 脂肪量就会比较少 那它放养的草寺牛 它的食物来源就是天然的牧草 跟当季的各种植物 所以新鲜的牧草当中啊 会含有比较多的胡萝卜素 所以草寺牛排的脂肪颜色就会偏蛋黄 这个都是你在吃不同的牛排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像这样子 我牛排起锅之后呢 看刚才打了一颗蛋 然后再把玉米笋放下来 一个锅子可以同时做很多事 牛排有一个秘诀就是 你煎完起锅的时候要先让它静置 让它里面的血水去慢慢的去作用 这样子的牛排吃起来才会好吃 那现在我们架上的澳洲有机无盐奶油 一样有推广价单间八五折 所以大家都可以顺便一起带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